是跟第一个浅层地震有关 再来的话呢 一定是跟它的整个 在台南连续发生了 八成有感的余震 而且呢震度也都不小 另外就是因为南台湾地震发生的少 加上建筑物的耐震度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剧烈 而且长时间的摇晃所导致的 淑梅 好观众朋友先告诉大家 刚刚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目前在台南永康区永大陆这里的大楼倒塌 现场啊 目前几张人员救出的有127个人 送医的有29个人 但不幸的是两个人没有生命迹象 但现在都还是抢救的机会 所以现在国际人员已经全面出动 你看到东森新闻现场拍到的空拍画面 目前整个救援行动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持续连线来掌握现场的最新讯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